曾经,由胡歌,刘涛主演的古装大巨狼牙榜,火遍大江南北,剧中老戏古王永泉饰演的玄境斯下首尊位高权重,手段狠利,大略主角胡歌,让人不寒而栗, 但在中国历史上,明朝这个朝代,曾有一人权使笔下手尊各胜,一人之下万人之上,一代手辅章居正都不敢与之比肩,坚臣严肃已是不敢与之作对,这个人就是陆炳,明朝唯一一个三宫兼三国的官员,堪称最强锦衣卫,陆炳是几一位指挥使陆宗之子,其母亲是明世宗家境帝的乳母,幼时及和家境帝相伴长大,时常随母出入宫建, 家境十一年一五三二年,陆炳中无尽市,授紧一位赴千户,陆宗死后席紧一位指挥千世,后见指挥使,掌门政府私事 家境十八年一五三九年,春日,家境地南群只和南威徽时行公施火,陆炳第一个冲进火场,背着家境地逃离火海,并把家境地扶到成日上避火,于是家境赞叹陆炳道,终成也 陆炳于是也认受皇帝宠幸,地位也犹如火箭般不断提升,陆炳身安全术谋略之道,为人处事圆滑 三十多岁即为都督同志,当时他的同僚多为父辈,多以备分去压陆炳,陆炳表面上对他们很尊敬,暗地里却逐步拥挤进出那些庆世财的人 陆炳对家境地忠心耿耿,严心拷打那些改于尚书劝见皇帝的人,打杀太仆寺青娘罪,全杀兵马指挥,恶死祸不主是周天祖,等等,御家得到家境地重 呦,陆炳未扩充权势,还曾告解内阁众臣夏炎,严松,后因胡广道士遇使陈姬群谈劾陆炳,夏炎日起草胜职,要将陆炳逮据之罪 陆炳害怕,私下以三千两黄金挥赂夏炎,夏炎为人正知,不忍,陆炳于是常跪夏炎,哭泣谢罪,夏炎不忍,醉放过陆炳 陆炳入世以来一直一帆风顺,春风得意,他在夏炎处吃掉这么大的面子,心中早已对夏炎恨之入骨 等到严松和夏炎争毒手辅治位时,陆炳便占到了严松的阵营,结巴夏炎与天将结交谋反,严松等奸命之臣也趁机挑拨离间,夏炎被判死罪 严松上台后大权独揽,勿国勿民,增益打击大学士徐杰,徐杰为人正知清廉,家中称病切刻意避嫌 这时,陆炳居中卧选,才使徐杰也遭迫害 平鲁大将军求完堪力险狠,暴力不堪,迎入园秦王得到家境地恩重 他的妻子看上了陆炳老婆的手势,于是,他私下派了两人去六家结许,陆炳迫不得已,把手势交了出来,心中神是惧怕愤恨,于是隐忍不发 后陆炳收集囚鸾罪证,并拜世家境地前一一揭罚囚乱罪行,囚鸾被抛官误失 总观整个明朝,宦官在其政治体系中全是颇大 但是陆炳增坛和司礼监派借礼宾,亲到家境地甄殿工程所需物料及内附陷粮数以十万计 并私自奴役军钉在黑山上为己营造团营 当时礼宾正德宠,百朝文武大臣都因此惊恐万非,但陆炳深受家境地卸来,礼宾提其党羽被下遇至罪处死,这在明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家境二十四年一五四五年论正月,陆炳已都指挥同志的身份掌管简易卫事宜 简易卫也进入大明王朝权势最重的时期,家境三十六年秋,陆炳被家封为少父 彼时,他已为太保兼太子太父,由此,陆炳成为明朝唯一一位获得三公兼三公的官员 陆炳在任劫期间,一方面折戒对待士大夫,保护忠诚,打击奸命,弹和宦官,不曾陷害一人,对于皇帝兴起的冤誉,陆炳多有保全 另一方面,他又收受贿赂,干涉选官,与延峰和蒙后见内阁收府下言,揭发囚乱蒙反,排除异己 对于陆炳这样一个义正义邪的人,后世包变不一,内阁大学是张居正平假期,公罪自不相演 家境三十九年一五六零年十二月,全是寻天的陆炳死在任上,年五十一岁 家境第次与他的爱荣十分隆重,分钟成伯,十号舞会,即将有家,还任命他的儿子,陆炳为本位指挥千世 龙世年间,明末宗执察陆炳罪则,妻子陆炳即帝陆炳为,被取夺官之下狱,万末家产并追赃,万历三年,一五七五年,陆炳上书请求免罪,张之正等人说,陆炳救驾有功,而且法律规定,非谋反判捏监道之徒,不超为家产 况且,抄家和追赃二位并做,不合法律,明神宗怜悯他,陆一岁的免罪 茶几菜准备